冰枕那個就是 所以那一天 我當然就記得那一天 就是我有一個味道跟一個影響 那我只是覺得說那一天 我覺得那個就很怪 就是我講那個就是說 就是我寫的那個 就是說我覺得 怎麼可能會在這一秒裡面解緣 這一秒叫解緣 然後那一秒叫解緣 因為它是零時零分 對 所以我後來那個軍法局 不是說那個時間用的走不到嗎 其實就是 我覺得那個直接性就很怪 就是對就是你本來解緣已經變得自然化了 那當然我們罵解緣也是很 就是尤其在860的時候 你罵解緣是很 就是變成某種 某種文青與憤青人的一種很普遍的話語 可是怎麼會突然去 因為其實在解緣前 其實大家沒有那麼多意識到說 把它解緣了 它並不是有一個鋪陳的過程嘛 對不對 它就是突然就解緣了 對 對不對 然後突然就解緣 那那些人就覺得很怪啊 就是我覺得那個感覺就很怪 但是 就是那這一秒跟下一秒到底 為什麼 它怎麼可能下一秒就完全就 就叫做解緣了 這個兩秒之間到底是什麼 當然是一個比較類哲學的說法 就那個時候的感覺就很怪 所以就會覺得說 好像要做什麼事這樣子 就好像你可能要寫日記 那我就覺得說 晚上我就覺得要把那些空氣裝起來 但是時間久我也忘了 就是記得這件事就把它丟哪裡去了 因為我不太愛我的這些事情 那只是後來因為找到了 我就覺得其實想想想想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然後因為我也都從來沒有去處理過它 所以那個 但就是我的那些疑問 其實都是我後來在做作品的一個動力 就是我後來慢慢慢慢這一次 就是說它就慢慢慢慢就會回到 它就會可以組合起來 然後中間 我覺得一跟二就是一個練習 所以那個就丟了就丟了 然後三就是我會留著 我會留著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直覺覺得它就對我有一個紀念意義嘛 因為那個時候我會覺得不可能 就是大部分人會覺得不可能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可能 然後可能的 因為也跟年輕有關 就是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我成長也被誤以為逃兵抓過 所以我知道那沿路都是 除了制服警察都還有便衣警察 就西門町那一段 對對對 然後就是武昌街 其實就是我當逃兵被抓的地方 然後 不是逃兵人 就是被誤以 誤認為是逃兵人 誤認為逃兵人被抓的地方 你是出去放假 然後被盜逃 就是我放假回來 其實就是因為之前關禁閉 然後被就提管總嘛 對 那關關禁閉出來之後就放假 放假回來之後我就 然後就跟我哥哥他們那些 就是在喝酒嘛 在那附近吃飯喝酒 然後我就 那就散會了 我就在那邊晃啊 其實我是要走去 那個年代又還沒有 還沒有摩托車的時候 然後就 晃出來的時候就突然就 七八個人吧 我猜 好像有兩個 我記得有兩個快快的 突然就抓著我 然後一個人就笑出證件 然後我還問他說 你是誰啊 然後他說 警察 然後我說 這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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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問他們說 看起來像壞人嗎 然後他們說 嚇 然後就是 然後我 他們就這樣帶著我 然後就 旁邊應該七八個吧 七八個五六百 有點 有點記不太清楚 反正就 賭我的 他們就一人就抓著我 那邊 然後就走的時候 那我發現什麼打香腸的 在那邊顧什麼李同院的 你以為那些小部分全部都是憲民啊 或便衣啊 或什麼 那 但你也知道這個 五線當然都很清楚 他們的共生關係 對 對不對 那他有 你自己碰到更清楚 對對 然後我發現 現在這條路上面 原來這些人都跟他們有關係 這一樣 等於誰是這個 他們等於就見看器 對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那個時候 所以我當兵的時候就在計畫 那件事後來怎麼被 其實我真的是不是逃兵嘛 對 所以他們叫我拿架條出來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從我拿 隨身帶著架條 當然就叫我 打電話給我爸 就打電話回家 然後就 就那個年代沒有手機 對 然後我爸就讓他坐公車 然後就拿架條 然後警察跟他架條說 欸 還真的有架條 就是他們從頭來就認定我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他們就 他們以為他們真的抓到一個壞人 對 不叫龜音 或逃兵 或什麼 反正這類 對 這樣子 對 不叫出營 之類 對 然後 就沒想辦法 反正就是 照理說那個要憲兵抓才對 不是警察抓的 對 根本是憲兵的事情 對 對 反正就是 而且那時候有個偏見嘛 就是大概這個替光的時候大概就是 就是 就是 混混嘛 或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 但是因為就是 但是 我那個時候那時候其實就 在當兵的時候就計畫 嗯 我對我會來做一件的那個事情 嗯 那我的 推估就是說 嗯 根據我不科學的推估 嗯 就是 我們可能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嗯 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 曾額立法委員讀選 嗯 就那時候所謂的民主假期 嗯 那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會是最 有可能做到的 嗯 所以我就挑那個時間點 嗯 所以為什麼會在 欸 現在時間 我要看一下那個 反正 沒關係 我再記輯資料 嗯 就是我們在日期 就我會挑那個時間點 是因為那個時候曾額立法委員 補選的時候在 所謂有宣傳之後 那也就是會有所謂黨外人士啊 或什麼 那些 就所謂的民主假期 就大家還會活 就有那些活動的時候 嗯 那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做 警察一定會 嗯 不知道該怎麼辦 嗯 就是我真的完全是不可學 只是一種直覺在判斷 嗯 然後我覺得他們 一定是網上報 報到警備總部 嗯 然後警備總部下來 這樣 我估計就是20分鐘 所以如果在20分鐘之內 嗯 去做一個行為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好像全部撤這樣 嗯 所以我後來就退伍了之後 就 就跟我弟弟啊 我就是我們在 然後就年輕人就會聚在一塊嘛 那腳上就很興奮啊 嗯 那我就說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什麼東西退到我 我身上 嗯 然後我們大概有 大概有講一下說 大概是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就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啊 所以後來就 我們就一直到那個就是 正確立法國人補選的時候 嗯 然後就 我們就講 就是我覺得就是有時候年輕就是 講什麼 廣大的 他們都 反正大家都不在意啊 嗯 所以就是 就是 就特別有勇氣嘛 就是 然後就 所以就 後來我們就去了 去了 但當然就是分配嘛 就是我們有五個人 但就是其中的一個表演嘛 嗯 然後 然後 誰拿攝影機嘛 我們有兩個人拿攝影機 然後其實我們有兩台相機 嗯 那 只有一個人拍就覺得不夠 嗯 還有就是說我們 也有人站在警察旁邊 嗯 聽他怎麼跟上報告嗎 嗯 然後 我們還有一個很簡短的那個 不是一個A4的單子 嗯 我忘了那個上面寫什麼 大意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 我們的技能怎麼會 上篩 有點忘記的啊 那你是要給觀眾 就是現場發 圍觀的人 就是我們沿路發沿路在發 其實有一點就是 那一張你還留著 就是我要找一下 對對對 因為我就是說我不是很愛機車主義 就是這樣 那個階段啊 嗯 就是 其實現在想想那個 那個時候還有一點猛 那一張如果找得出來 把它斬出來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看過那一張被斬過 對 但是因為我 因為我完全就是 我現在可能 這一次可能沒辦法 因為 那你說要修復那個聲音嘛 對不對 那時候錄音 後來壞了 欸 就是 我們去重新掃回來嘛 對 然後斷得很嚴重 對 因為光學它會被刮傷 對 對 那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我在弄芯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但是 如果有 對對對 但是就是 但至少可以 應該可以給你們新版的那個 嗯 就是重新掃過的 然後有調過的那個 就是 的 光碟 呃 修後 對 修後檔案 對 那聲音的話 對 那聲音的話 對 那聲音的話 就要放小 或者用耳機聽 那個就斷得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聽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可能就感覺很不好意思 先不要 先蓋掉 對對對 因為以前看都是用比較小的螢幕在看 因為其實 對 因為其實 我想放大一點 如果你那個品質比較好 對對對 現在品質其實 這一次的品質還不錯 好 就是HD啦 就HD 然後 那當然還是舊 還是舊畫面 只是說那個 對 畫質好一點 對對 那現在回到剛剛那個 那個情景 所以就是 那就 因為 等於 我已經是全藝術學院 很親愛 讓我們躲地他們或這些 把我的牌子去舉 更實 所以大家其實 真的是說 我當然知道這個 比算行為主 可是你這樣第一個想到 不是行為藝術 那就是說 你要去挑釁這個事情 就要在那個邊界裡面 做這件事情 然後 那 他們其他那些人 更不會去想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說 然後準備去做 就是 反正 就是 大家也不覺得 那個事情會有什麼 就是 我覺得就是跟年輕有關係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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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反正我們就準備好 那就是準備說 我們要走走走走走 然後到一個定點 就是當獅子靈 現在還叫獅子靈 在那邊呐喊 然後 然後這樣 估計大概就是二十分鐘 甚至 就二十分鐘左右 那我們喊完 然後我們就 因為 我們不是就穿那個 類似犯人的衣服嗎 對 然後其實我們只要到現場 只要 戴上頭套 那我們綁紗布 其實是因為我怕他們受傷 腳有殘 那個紗布是怕 因為等於我們打赤腳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 然後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人 就在警察的旁邊 其實我們一開始 這裡面沒有拍到 那一開始其實其他就在我們背面 你看 因為我們是 我們 我們其實有點好笑 就是說 搭著公車 因為那個年代大家 還買不起摩托車 搭著公車 你看一堆 穿成那個 有點像犯人 其實就是卡提褲啦 跟有點像那個犯人 就那種 那種白色 那種 然後我們就搭著公車 那裡面 塑膠袋裡面 就放著那些道具 就是那個頭套 然後就到那邊去 然後我們一去的時候 好像馬上換 那我們一換衣服的時候 因為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其他影片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會看到那個時代的氛圍 就是 就是 大家 馬上就會很好奇 然後馬上就會回關 然後 然後 有一些人就罵我們 你知道嗎 罵我們就是說 你們 反應大概就是 你們到底搞什麼 然後 等到我們頭套戴上去之後 就會有人說 是不是抓到匪碟啊 什麼 可是這個都沒有錄到 嗯 很可惜喔 對對對 那反應也蠻重要的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對 因為立刻就反轉了 他們也算是業員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 我記得一開始就是 有人會罵 然後我們開始走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參與著嘛 所以就是說 你會那個 其實是 你蒙住 其實你還是會看到 不是看到 就是你還是感覺有光嘛 嗯 那聲音當然就會 你會一直聽到 嗯 然後 當然有人會講說 就是 1983年 大家還會認為 會有人會被 當街被搶壁 所以有人說 是不是抓到犯人 然後又要搶壁 就是你會聽到一些奇怪怪 然後當然就是 嗯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那個 其實這時候 我有寫那個訪談稿 這種 都是寄過 我有寄給 市民老師 寄給我好 對 寄給我這樣標準 就是 就是 一開始其實 其實他們都不緊張 我很緊張 我很緊張 原因是因為 因為 他們可能都沒想說 萬一我們被抓到會怎麼辦 嗯 因為我們有很大的弱點 就是 不是中錯生 這樣 就是 要找工作的 就是 反正就是那種 也不算不良少年 那就是那種 就是 你沒有什麼 你如果是一個大學生 嗯 可能就 就算被抓的 那一下就沒事吧 嗯 但是我們又不算是一個 就是 都是這些 不是找工作的 就是反正中錯生 或是什麼 可能會非常欺負 對 就是被抓了之後 就是你可能就是被抓了 對 然後之後就會有 反正就可能有 各式各樣對戰的方式 對 那 可是 就是我一開始其實是很擔心 但是就是 因為這樣把朋友都害嘛 而且 一圈就蠻多人 就因為除了我們某個表演 周圍還有人嘛 嗯 拍的 對拍的 然後 還有就是 發傳單 還有那個維持 就是 其實不是維持持虛 其實就是 幫他們監控警察 對 發瘋 看警察的反應怎麼樣 對 但是其實 其實那個就是 有時候就是 運氣吧 嗯 然後我們在那邊做做做 但我到後來就變得很平靜了 嗯 所以影片裡面 看到最後他們在喊的時候 都很激動 嗯 就是那種 當時很素朴的反應 嗯 那有一個人就很閒 你知道 其實那個人就是我 就是 我突然就覺得 整個人的狀態很平靜 我覺得 那沒什麼好害怕 嗯 我覺得一切都 就是 好像那個戒嚴體制 我就算是好像戒嚴體制 對我沒有 沒有任何影響 嗯 就是從害怕到不害怕 就整個一個過程中 有一個轉折 嗯 那有一個很細微 但我說不上來 嗯 所以我說我後來跟 在看那個影像的時候 其實有點失落 就是 我其實到後來很平靜 嗯 但是那很平靜的感覺 是在那個影片裡面 不會出現 嗯 所以我講那個內在性的問題 就來於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要講現實 還有一個可見 還有一個不可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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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